屏东县大同高级中学管乐班 近日紧锣密鼓牌店中 他们将于9月24号举办名为 《动静之旅》的音乐会 结合美术班学生绘制的 南甲风云 碧麒麟的《狼桥之旅》 绘本剧情演出 为观众带来一场有故事的一文响言 它是可以把我们学到的艺术的东西 再重新诠释 整合 所以透过这个故事 我们就是用中国古来表现一个 那时候大清帝国的那种 表面上看起来很强大 然后再过来之后我们用管乐团 那它这首是讲一个美国的作品 代表的是西洋人 然后再过来就是刚刚阿兹老师提到的这个律动 那这个律动其实它的重点是 我们还是因为是音乐班 它的重点应该还是在这个音乐的感受 所以我们把剧情的部分都录进去 音乐会融入的剧情是在清朝年间 美国与台湾原住民之间爆发的 罗美号外交事件 师生们花了三年的时间 才绘制及编撰完成绘本 预计今年印刷出版 这本绘本大概花了前后有三年的时间 学员在做彩绘的动作 其实我们也在做考证 因为我们做教学上不像是一些电影 或者是政治人物 它有什么目的 那我们只是说在学生学习的过程 有没有办法能够透过我们的课程 带更多深入的东西 尤其贴近实时的东西 本身那个罗发号事件 在我们的屏东学课程里头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单元 所以我们会用绘本来辅助学生的上课 这场音乐会议搭配绘本剧情演出 用中国古乐 管乐合奏 文乐旗舞 排弯双管口笛 木管舞重奏 阿卡贝拉等多元展演类型 以艺术的方式共同创作 诠释与理解在地文化 有新的乐器 也有新的风格 所以会跟以往的音乐会都不太一样 就有故事 这场音乐会 让我接触到之前原住民的乐器 然后让我重新认识原住民的乐器之类 还有文化 结合音乐表演与剧情演出的 《动静之旅音乐会》 将于9月24日上午11点至12点 于大同高中活动中心登场 学校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一起来看贵本田音乐 欣赏精彩多元的演出 记者张如云 汪嘉龙采访报道